现在是在合肥 昨天晚上呢 把那个车子修了一下 把那个整个那个朋友嘴传播坏了一下 还有那个柴油滤芯 今天早上呢 我们把这个车子给接了线 然后就可以把车子提走了 现在车子还没有过来 这个事呢 就是接线的 待会呢 把车子提了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小猫他们今天要去北京 所以呢 我们就不去他工厂 直接从这里接完 然后拖着走 现在我们的偷卦正式亮相 刚刚小猫他老公把他偷过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桌子非常大 我们推选的这个大桌子 因为这个桌子小文化画 它需要一个大桌子 然后扫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不详细介绍了 我们回家再给大家慢慢介绍 这里是一个热水器 空调 柜子有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五个大柜子 然后这下面都是储物空间 这两个座位下面都是储物空间 这里呢是洗衣机 冰箱 冰箱是110升的 现在是开着的 这个大冰箱还可以吧 这个冰箱是12V的 就比较省电 这里呢是一个衣柜 还有一个衣柜 挺不错的 这些呢是行驶本 绿本 行驶证 这个车子是自己买的 不是赞助的 现在这边是在接那个线素 接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现在开始调试一下这个线素行不行 右转 哪个的眼睛 扎灯打开 把扎灯开了吗 可以的是吧 啊 大灯没有 大灯不灵 要重新装 现在我们把车子开上来 加个气 加个气之后呢 我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把车子弄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上高速了 现在是在西桥服务局 已经是中午的12点钟了 我准备吃个面条 然后休息一下 晚点再出发 我检查一下这个拖着沟怎么样 看有没有变形啊 或者什么的 蛮好的 现在都可以自己串门的 现在我们冰箱是开着的 把这个水 还有这个葡萄放进去 待会睡觉起来可以喝冰水 中午就吃个面条 泡面 这个大空间还是好 这个舒服 这个舒服 加个油继续出发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茶店服务区过夜了 这里是属于湖北 我们准备把这个支架放下来 把窗户全部打开 明天我们再去岳阳装太阳能 好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 待会再吃点东西 就睡觉 看一下那边的夕阳 特别漂亮 相机拍不出来 但是看着挺漂亮的 断肠仁在天涯 好